Hello 大家好 又是十三小推介的時間 來到星期三 介紹兩場的奧積 給大家玩一下 買一條二穿一 這陣子比杯賽 令到頭都癢 不要緊 撇除所有的杯賽 只買兩場聯賽 雖然刺一級 頭關是亞德羅里德聯 對墨爾本勝利 這場球我選擇一個讓球 平手盤的主隊 亞德羅里德聯 如何選擇呢 先看看兩隊近排的戰績 再看看紀錄 墨爾本勝利 一定贏得多於亞德羅里德聯 在十三場對賽中 亞德羅里德聯 三勝兩和八負 主場賽事中還未贏過 四和兩負 四和兩負 也不要緊 我們先看看近方 近方 在十場的主場 亞德羅里德聯 贏了四場 和四場 輸了兩場 作客的墨爾本勝利 基本上輸了一場 其餘和兩場 又贏了七場 近八場 主場 其實都沒有什麼好看 主要說的是 麥爾本勝利是厲害的 這陣子的氣勢都非常好 其實亞德羅里德聯 的踢法都非常 硬朗 或者穩陣 始終中場的入哨能力 和猜球都非常好 控制的比率都非常高 在主場對著麥爾本勝利 雖然被看淡 因為主場都是平手盤 但我覺得主場的威力都非常好 因為主要的 前鋒 旗幟 葛雲 或者賀露雲 那些都 踢得不錯 反觀 麥爾本勝利 這場 和上一場都沒有了 日本仔 叫做本力威右 托和倫 包括路西斯 在前面 其實創造力也有 但是 始終是 埋門的機會率 低一點 只要主打的阿德尼德聯 佐敦艾斯 或者是 伊沙阿斯 那些 即是不合得實的話 其實他 要進入阿德尼德聯的球 其實都很難 在這個情況之下 主場 希望他可以 贏回場 對著 麥爾本勝利 選擇他主場 平手盤的1.9多 人們 贏回場 順度 有